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扰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的名帖 请戴尾转交一下 爷 您请稍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啊 好啊 要把这水全部用上 灌溉到农田里 那就变废为宝了 这可真好啊 严卿啊 臣在 严卿 这一大片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还可能那十万亩的荒鱼之地啊 皇上啊 那两片滩地 就是由古老的河水冲刷而成啊 上千年了 把那些淤泥啊 黑土啊 全都推到了这个地方 只要咱把它开垢出来 好好的试弄它 用不了几年 就能长出上好的稻田啊 大米啊 到了那个时候啊 百姓的肚子里 它就有粮食吃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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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卿啊 你看你都喘不过气来了 好啊 朕知道她是越讲越兴奋哪 好啊 哎呀 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 咱们大清的粮田何优啊 是啊 皇上 要是在我们大清国 尽快形成这种开荒墾田造田之事 用不了几年造出粮田万青 到那个时候 粮仓满营百姓富足 那是指日可大呀 前堂是浙江之大粮仓 如果着力墾荒 浙江的粮仓就更大了 好啊 好啊 严卿啊 不过朕有一事不明白 你说这么多百姓 他们跟着你去啃荒营 他图的是什么呢 皇上啊 只要愿意啃荒 给啃民与彭户 民开籍贯 便利保奖 忌口收田 使他们吞木有地 耕种有资 他们就满足了皇上 嗯 朕还得给你补上一句 圈有主之熟地 则为害民 须得严令禁止 肯无主之荒田 则为利民 不准可怜滋雷 而且朕回宫以后 还要下道御址 皇上啊 有您这道御址 何事能为 何事不能为 官身立毅 心里就有尺度了 那些肯民和彭户们 心里也就更踏实了 皇上 嗯 言清啊 此次你在乾堂 办肯荒营 可是为朝廷 立下大功了 皇上啊 这不是言清 一个人力所能及 还有唐思逊 古山 对了 还有青铜县 来的那两千多灾民呢 包括杜霄 他让这些灾民 变得了肯民 杜霄 效果显著啊皇上 杜霄 圣上 咱们在青铜县的时候 见过此人哪 哦 这么巧 就是这么巧 朕在背后 偷偷地观察过这个人 他跟古山一样 是个好官哪 对了 这杜霄呢 哦 这会儿 恐怕人已经到了青铜了 马不停蹄地赶往青铜 朕果然没有看错他 行啊 让他在青铜好好历练历练吧 朕日后要重重地提拔他 走吧 说起来朕已经好久没有爬山了 朕好借此机会疏松疏松筋骨 瞧瞧 万民啃荒的景象啊 不但朕没见过 你们肯定也没见过吧 瞧瞧 老人还在 这全家都上阵了 好啊 如果我们大清的各省 各州 各县 都能够像前堂一样 我们大清就有望了 有的人说呀 说咱们大清 腐烂到骨子里了 对不起列祖列宗传下来的江山 朕有时也这么想 可是看到眼前的这些景象 朕又振作起来了 倘若我们大清 多几个像苦云延青这样的干臣重臣 多些像辛勤耕作的这些百姓们 这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皇上 刘大人说 不够多久 这儿的肯荒营就会越来越壮大 斩柳德 奴才在 回去以后啊 让书记官把这些景象全部记下来 这要再入史册 喳 对了 古山 青铜县的灾民肯荒 效果如何 跟朕说说 回皇上 青铜县遭遇大灾 名不聊生啊 再加上那儿田少人多 灾荒不断 往往外出逃荒也是 九死一生 此次杜萧带着两千灾民来到前塘县 并非只是带着饭外 还带着耕牛和农具 也就是说 他们不是来逃荒的 而是来啃荒的 他们不是来吃粮的 而是来种粮的 张老德 奴才在 回去以后 传阵的旨意下发到各省 将这各个灾区的逃荒之民 以为啃荒之民 将吃粮之口以为种粮之手 喳 圣上说得好啊 此旨一驾 一向新国策就出台了 必定是百官拥待 万民称颂啊 皇上圣名太圣名了 皇上圣名太圣名了 孤于大人好玩啊 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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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到了孙祖堂 咱们都是挨尖的帝去 随便玩啊 今天来职会 是为了给杜大人接风 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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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大人 杜大人 铁公子 恭喜杜霄 升任户本王中 领权无品 谢了 潘大人 下官听铁公子说 此次能穿上这身袍子 您费了不少心 杜霄在此谢过潘大人 这果然是一表人才 好好干 尘突无量 杜霄能有今日 扬张各位大人台爱 报答有期 坐 坐 请 邹大人 您说这市井之言 也实在是有趣 人富了必称翁 人穷了必称鬼 那是 要不然在这世上 分不清谁是小人 谁是爷 这人和人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我看得出 没错 这身无品的袍子让你失望了 你看 多虚 哥哥你记着 脚底踩在哪个台阶上 那脑袋上的 戴的就是哪个台阶的帽子 你脚下的台阶 还有好几节够你踩了 当然我明白 论才干 甚至论手腕 马骑门都不是你的对手 有时候 自个儿知道自己几两重就够了 多谢铁公子的指教 言清啊 这次你离京之后 朕也想了很久 倘若黄庄之弊 真如你所说 那么朕 要建立大清盛世 恐怕就无从谈起了 可是朕也有朕的顾虑啊 这黄庄可不简单的是一个庄啊 它是国中之国呀 要是真废了黄庄 那会牵扯到多少王公贵胄的利益 谈何容易啊 皇上 言清对皇上的难处 确实想得不周到啊 不过言清啊 倘若真如你所说 朕也不能坐视不管 其实朕已经把福衡 从山西秘密调回来 而且组织了人手 开始密查黄庄 倘若真的如你所说 朕为了大清朝 也一定把这黄庄 给一窝端掉 相信列祖列宗 也会原谅朕的 皇上 您有这句话 言清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行了 这黄庄之事啊 回去载意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这啃荒营的事情 朕记得孔子说过 叫做惠在爱民 可是 这些人都不认识了 但是这开垦荒营 是不是泪于命 朕真的担心 有人会这么想 啊 皇上 必一年之灾 只是小必 开万年之田 那才是大旧 相信百姓 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只要皇上扳指 四方百姓定会相应 那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古山提醒过朕 他说就怕有的官员 借着啃荒之名 行清账征税之事 我和古山商议过了 先把不清账 不征税 写入告示之内 然后把往年县衙所征的 啃荒税 退给啃明 这样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言清啊 这前堂啃荒的事情 不光是朕盯着 这文武百官都在盯着 所以你要记住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倘若你有什么难处 现在就可以告诉朕 粮食 只要有了粮食 啃荒营就不会散去 啃民们就能安下心来啃荒 齐 comum 粮食 行 为了这啃荒大计 为了我大清的百姓 以后 都有粮食吃 朕现在就破个例 让马 savior把各处 仅有的粮食,. 调过来 宋王你啃荒营 谢黄丧 微臣就等着这批粮食 好 走吧 带朕到前面去看一看 好 杜大人 杜大人 听说吕大人 请你去北新苍查梁 没错 这就走 杜大人 北新苍可是咱京城八大皇家 两苍里最大的一座 这里头的 你是说这苍大 耗子也大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杜大人到了那儿 如果能闭上一只眼 就踩不着耗子一把了 你想告诉我 遇到入不得眼的事 就放一把 恐怕 这也是吕大人的意思 这几座饼子耗仓 存的全是去年 江南运到的正宫百两 大致有 有多少 丙字耗仓三座 存百两三千九百七十二单 这么说 每座舱应有存粮一千三百单 对对对 打开这座舱 本官要亲眼看一看 这 怎么了 这 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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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北新舱 虽说是空藏 但并不是说没粮在库 只是下官忘了借粮之事 上个月南新仓掉粮 下官将这三千九百弹白粮 全都借给了他们 那咱们就去南新仓 说 粮食都去哪儿了 实不敢瞒 这 这三千多弹白粮 全都倒腾到了民仓 托粮商卖个好价钱 大胆 北新仓可是存黄粮之地 儿等竟敢转手倒卖 等来年春粮上来 这批粮仍能回藏 那就更大胆了 来年如意春荒 儿等将如何补藏 大人 走 送本官去刑部报案 我 威风习习 大有爽意 在宫中可是很难见到这样的景色呀 好啊 前堂好啊 只可惜啊 今晚就得与延青做别了 不过呢 此行前堂 增田饱粮大计 由然而生 让朕倍感振奋 皇上 眼下我大清缺田少粮 已到了刻不容缓之时 如皇上回京之后 能尽快搬下 在全国大肯荒的御址 让万民肯荒 就可扭转这种局面 是啊 雷延青啊 朕要在十八个省 及将军辖区 实行开荒增田 能不能用几个字 就将这意思给说明白啊 所以你帮朕想想 如何将这意思说得严简易该的 让臣民们一听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方能让臣民们尽快实施 严青认为有八个字可以概括 哪八个字 万民肯荒 举国增田 万民肯荒 举国增田 好 这八个字好啊 能够将朕想表达的意见 全部都表达清楚了 皇上 要保证这八个字能八达 还得看皇上周围那八座呀 朕明白 这八座呢 一定要 不动心 不动情 不动手 就算是八面来风 也奈何不了他们的四平八稳 是啊 严青 你说到点子上了 不管是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只要把这些增田保粮的大计传下去 咱们大清朝增加的田母术 何止千请万请 皇上啊 真要到了那么一天 不管人丁如何滋生 池口如何暴涨 都有足够的田母可以长出乌骨 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养活他们 您有温饱 我有余素 那么国库就能得以充盈 而国库充盈 皇上要办的所有的事情 都因为有了足够的钱粮 可以一半成啊 皇上 那不就是朕所想的 三代之志必可变的 姚舜之道必可行吗 皇上要行姚舜之道 这第一要务就是要施行粮政啊 是啊 像你说的这八个字 万民肯荒 举国增田 不但要实施粮政 而且还要有三心 那就是心法 心策 心举 皇上 您这三心也连着三民 爱民 养民 足民 还少了一个 那就是交民 有了民咱们得交啊 交了民他们才能够去实行 到时候民强则国强 国强了则民更强 天下大同指日可待啊 皇上 皇上之心声要让万民皆知 那就是立教化之本 以真汉唐之圣志啊 汉唐圣志 那不就是朕梦中所念的吗 好啊 元清 再给朕说说这八个字 万民肯荒 举国增田 万民肯荒 举国增田 好 好啊 经你这么一说呀 朕突然觉得就有底气了 好啊 圣旨下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从来也无矿土 则民时异欲 即使地属鸡灵 亦牧产所资 民间多辟尺寸之地 及多收生斗之储 乃往往任其闲夸 不肯致立者 或因报肯则必生科 或因承重义资征送 以致百姓退缩不前 凡边省内地 灵星地图可开垮者 此后悉听该地民已垮咒 免其生科 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 比民有鼓舞之心 而也无荒芜之壤 听此 皇上圣誉 表达少天 仁爱之心 下位四海 苍生之祸 好 孝贤 你看得朕浑身不自在 朕真的变了呀 变了吗 皇上 您这次外出巡视 变得又黑又瘦 臣妾看着心疼 差点都认不出了 朕变了吗 朕有吗 这可不行啊 你都认不出朕来了 朕还这么年轻 出了趟门 你就认不出朕来了 那到时候朕要是满头白发 到时老太隆忠 岂不是更认不出朕来了 那可不行啊 刚才皇上跟臣妾说了 这次出巡的见闻 真是让臣妾大开眼界 仿佛身离其境了 小贤你是不知道啊 朕这次出去 真的是大开眼界 看到了很多咱们在宫里面 看不到的事情 这到处啊都是灾民 到处都是看不见的景象 说实话 朕心里面心痛啊 不过呢 朕听了一出好戏 朕这回来 一定要把这出戏 讲给这些满朝文武的百官 都听听 也许他们听不懂 也许他们听得懂 也许他们听不懂 装懂 也许他们听懂了 装听不懂 但是朕 一定要把这戏 讲给他们听听 对了 小贤 你来说说 这天底下的雅士 除了唱戏 还有什么 依臣妾愚见 在这天底下 最雅的事 莫过这么八种 采菊 摘蓝 赏竹 扶松 分流 看山 蜀蜂 折柜 完了 贤医之中 贤医之中 焚香 调贤 得食 那也算是雅士 再想想 还有没有 那要是细细想起来 便是更多了 比如 早雪 追侠 坐雨 玉露 听伤 闻雷 卧风 翼云 等等 诵经 礼佛 布施 放生 那当然也算是雅士 不过 还有一件最雅的事 其他人都没能说出来 那便是 务农 说得好 说到点子上 朕要的就是这个务农 小贤啊 你说到点子上了 朕觉得呀 这天下最雅的事情 就是这务农 你想想 他若天底下的人 都在种田 播种 插秧 施肥 浇水 收割 入仓 这算不算天底下 最大的雅士啊 皇上说得好 务农是国家之本 商周起 务农就是头等大事 秦国之时 凡是努力务农者 都能得到封赏 到了汉朝 更是将秦于耕耘的农人 破格提升为官吏呀 小贤 你方才说的那番话 让朕想起两句诗来 而将农士做雅士 得罪古今多少人哪 朕不怕得罪 也得罪不了 臣妾看得出 皇上此次出巡最大的收获 便是理清了皇上心中的那团乱麻 皇上 您刚才说 务农最雅 其实务农最苦 务农的头绪千条万条 归根结底就只有一条 那便是种田 孟子说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依臣妾之见 务农之本在于增粮 增粮之本在于增田 增田之本在于增肯 说得好 孝贤啊 说得真好啊 我大清幅园辽阔 空地甚多 朕要号召朕的子民们 开垦荒地 增田补粮 这样的话 百姓们才有饭吃 才能变得富庶啊 朕也要号召百官们 要以民为本 以身作则 否则的话 就国无宁日 民不聊生了 朕没想到啊 皇上颁下了啃荒令 竟然所到之处 无不风起云 永世不可挡 听说皇上如今 已经放下了心头之忧 格外高兴 不过全国啃荒 光凭着一股气势 我觉得还不够啊 解决肯民的吃饭问题 是件头等大事啊 再加上种子 耕牛 农具的波及等等 这些用银数量不是小数啊 恒臣 实不相瞒啊 我这两人急得是夜夜难以入眠哪 刘统勋在前堂办啃荒营 有消息吗 回京以后我还真没他的消息 昨天皇上还问呢 问刘统勋的啃荒营办得怎么样啊 若是大功告成 一定要登上底报 全国予以推行 是啊 这也难为刘燕青了 但愿他旗开得胜 早日回朝 是啊 好 皇侄 马七门愁挫的啃荒梁已经有着落了 想必已经运到前堂了 这次刘统勋一定能挺过这一关 嗯 嗯 皇上 在啃荒营中提到 万民啃荒举国增田这两句话 虽是大好事 可也得想到 水势大了 江流就浑了 尚不能高枕无忧啊 恒臣你是说 若是全国开始啃荒 是不是会有一些人 仍会暗地里搞清账征税那一套啊 这是我的猜测而已 我这个人哪 越老越会无端生疑 这这这这这恐怕是一种病吧 恒臣 话到嘴边留三分 不应该啊 虎云高看我啦 恒臣确实是在 疑心生暗鬼 大白天的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宏大人 读不知 只能干说 主侍 虎不郎中毒枭 在此等候尚书大人 已等了多个时辰了 大人转告 已经散朝了就不见您了 您别在后酬房等了 戴着你的物品大帽子 上护不点卯吧 往后啊 好好办差 主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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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如刻骨 生生如窗儿 经过这段时间的人情变故 杜萧仿佛更加明白了 官场之道 京城里的存亡之道 人活一世 不得罪人 那便没有导向 没有导向就没有集团 没有集团又何来升迁得全 不见血是没有出路 你不见人血 人便要你血 可食宿决菜的凡人 何以见血 那便只有做狼 只有把自己的血 混上狼的野性 才能在这京城拨云剑 你不见人 竟莫 主ce 竟計 竟 竟得构 竟節 真好啊 你看 湘明都在放水晒田了 再过三五天 玩吧 到的就能开戈了 田里有了收场 这老乡们就能买到粮食了 加上皇上下水 接济啃荒的粮食 这前堂大啃荒了 一定会越来越红荒 等到秋秋之后 湘明们就有空闲了 到时候让县衙的人 都到各村各户去 把能啃荒的人召集起来 将划分好的皇帝分给大家 我这就去张罗此事 对了 这马奇门答应皇上运来的粮食 想必这几日就该到了吧 马奇门派人送来消息说 已从闽南买回这批粮食 来 来 粮船起运已有多日 王不易 这儿呢 听好了 粮船一靠岸 要连夜抢运入库 不得耽误 古大人放心 有我王不易在 一颗粮食都不会落下的 好样的 一颗粮食都不会落下的 千万万万 多不百50 堕连人事疁了 快走啊 糊液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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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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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喝茶 今天当荒田卖了 五两银的一模 五两银的一模 贱卖了贱卖了啊 五两银的一模 老湘 来来来 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这地是咱百姓的命 怎么想起来卖地了 有啥办法呢 崇爷过境 前堂啊 就算回了 全指望把田卖了 外出谋生呢 过去这地卖十六两一模 现在卖到三五两一模 你们早就再回来想买 那可买不回来了 要活命 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现在出去打听打听量价 以前啊 每单才八九个钱 现在呢 都涨到一两银子一袋了 这位兄弟啊 前堂办了啃荒营 你听说了吗 早听说了 啃荒营还贴出了告示 咱愿意参加啃荒营的都有振粮吃 而且啃出来的田呢 不请这样也不征睡 都归自己 你不知道吗 也知道 村里的人们都说了 啃荒营办得好 可是这些天啊 听说啃荒营也快断粮了 青铜线来的啃民们都人心惶惶的 村里的人都打消了去啃荒营讨活口的念头 都抢着外猪讨荒的 我去卖田去了啊 来来来来 卖田了啊 卖田了 去吧 中堂大人 刘统勋不仅在前堂卸了身 还在那里办了啃荒营 皇上到了那里啊 是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了 我早就知道了 可刘统勋在前堂开荒 是大得皇上欢心 倘若皇上要是在下旨让他回朝 这天下恐怕又要大乱啊